OdioJungle OdioJungle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莫斯科方面从瑞士施皮茨镇实验室获得了关于前间谍中毒事件的秘密信息, 认为斯科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是BZ物质中毒,而非诺维乔克、俄媒还援引前联合国驻伊拉克检察员、化学武器专家安东乌特金的分析称, 俄罗斯的军火库中从未有过BZ化学物质,但在美国、英国和北约的装备中都有。 拉夫罗夫质疑,为何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最终报告,没有出现这一信息,安倍内阁支持率降至37%。 据日媒报道,日本共同社14、15两日实施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 安倍内阁支持率为37.0%,比3月31日、4月1日的上次调查结果,下降5.4个百分点,成为2012年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二低。 报道称,该支持率仅仅高于去年7月,东京都议会选举结束后,不久的最低记录35.8%, 此外,不支持率为52.6%,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的逆转状况持续,伊朗住序基地遭袭击,在叙利亚遭到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的当晚,叙利亚境内再次发生严重爆炸。 据德国图片报14日消息,伊朗一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当日晚10时左右,遭不明来源战斗机袭击,后发生严重爆炸。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认为,这可能与武器仓库,发生严重爆炸或空袭有关。 耶路撒冷邮报称,未经证实的消息源透露,对伊朗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飞机,是以色列战斗机,但以色列军方未对此发表评论。